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是上对下的服务 也可以是平等的服务 奉献不是 奉献是这样的呢 这是奉献 是对对方来讲是非常恭敬的 而是一种虔诚心和感谢的心来回馈 这个叫做奉献 也就是说能够有这个机会让我来奉献的话 这个要比服务的这种态度要好得多了 奉献我刚才已经讲了 奉献是一定是自己非常的谦虚 而对被接受奉献的人呢 是一种尊敬 是 是一种礼报 服务不一定 服务可能是平背 可能是对下 对上来讲的话 很少人家说我请你服务一下 也可能有了 但是他这个没有一定的限制 说是对上 对下 对平等 而奉献一定是对上 所以这个态度非常重要 所以是我们作为一个副教徒 或者作为一个宗教徒 我们看所有的人 都把它当成菩萨来看 都当成他们是菩萨的化现 就是菩萨的化身 这个菩萨是来度我的 菩萨是来帮助我的 虽然他是一个穷人 虽然是一个病人 虽然可能是一个神经病 或者是不讲理的 蛮不讲理的人 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 因为他是个神经病 他本身是一个病的人 他显现着一个有病的像 要我们生起慈悲心 来帮助他 其实他不是要 他要我帮助 而是他来帮助我 生成慈悲心的 所以倒过来看 因此他是菩萨 我们当然对他来讲的话 是奉献 而不是说施语者 或者是施慧者 这个观念跟服务完全不一样 因此离他的行为 或者离他的心 应该要将奉献 当然我们叫布施 布施的这个观念 叫做平等布施 但是布施的时候 第一个 不要认为 子俩是一个施恩者 对方是一个受贿者 一定要想 对方是因为需要我成长 他才显成这个样子的 一种身份来吸住我的 我要他帮助 不是他要我帮助 而他出现我面前的是 他那是帮助我的 不是我来帮助他的 这样子的时候 当然奉献了 所以一奉献的态度 那就做了 子俩做了利他的工作之后 还要感谢 还要感恩 把他当成佛 当成菩萨来看 如果是说利他 子俩总觉得 我是利他人 很多人因为我而受利益 我很了不起 子俩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那这种态度 就是我了 这种态度就变成有烦恼了 这烦恼形成起来了 如果以感恩的心 以奉献的心 来做不实工作 你不会有烦恼 最有功德 而增长智慧 可是很多人会认为 我去服务他人 我提供我的服务已经很好了 我还要用奉献 我还要有恭敬的心 来替他服务 他奉献 他会觉得 那这样我太委屈了吧 好像很难做到 这个要学习 因为这是值得的 这样子做 不一定是我们佛教徒 就是基督徒 像在印度过世的 那个特勒沙 对 他也是这样子的 他把穷人当成上帝 他说上帝是跟穷人在一起的 他见到穷人就等于是见到上帝 他为穷人服务 他是在跟奉仕上帝一样的 那这种思想 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熟悉的一种思想 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说 所有的一起众生 在我面前出现 都是我的恩人 都是我的菩萨 都是来吸毒我的 因此我看到他们任何的情况 我是无条件地要奉献 那奉献的时候 这是他给我一个机会 所以我也感恩 他以感恩心 来帮助他人的时候 自己是最愉快的 自己一点负担也没有的 如果不以感恩心 不以奉献心 来做利他的工作 反而增加了一包袱 你救了多少人 你常常记账 你说我救了多少人 然后呢 布施了多少多少东西 然后做梦的时候 还说我是一个布施者 我是大功德主 大功德主 是个大恩人 那这个 这个我就很大了 这个我越大 越烦恼越重 是 可是师傅 像Teresa修女这样的人 毕竟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 要怎么样去实践 才能去说 用奉献的心去利他呢 自己本身呢 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自己受制于父母的这个身体 是为了感谢父母 那如何地报答父母 感谢父母 好好地用这个身体 来对社会 做奉献 又叫做大笑 又叫做大爱 像这种精神 那就是菩萨精神 因此菩萨 就是一个孝子 孝子孝什么人呢 他是把对于父母的 这个孝心 这移转 对于所有一切众生 利他的行为 那是叫做真正的大笑话 所以是呢 在佛教理来讲的话 这个利他的这个名词 转变为奉献 这是最好的 是 谢谢师父的开示 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面 我们知道 抱着奉献的心来利他的话 那么就没有负担 而且呢 能够得到最大的福报 希望您也在生活里面 实践一下 更欢迎您下一次 继续跟我们分享 佛法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